还有李梦露的事 李梦露 李梦露什么事 说 李梦露什么事 这又减轻不了我的官司 站长 我要吃十几年官司 出来都老了 骗别人的那些钱 我吐出来就完了呀 十几年官司 你叫我出来怎么玩啊 你梦露什么事 只要你说的话有用 我另把见没你的官司 只要你把钱都退回去 我可以放了你 那也是我无意中听到的 我是在上海 在那隐居哥三七皇后的颁奖会上 你这是恶诈 你以为我害怕你是恶诈吗 我不怕你的微信 我就听到这么一句 后来当天晚上李梦露就死了 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报纸上说是他杀 官方辟谣却是自杀 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那李梦露打电话的内容你听见了 我向我爹妈发誓 我听清楚了 奇怪了 李梦露是个大明星啊 你一个逝者 你怎么接近他 晚会上我就盯上他了 只要他往哪走 我就把香槟托盘递到哪 你个小混混还想一步登天啊 因为李梦露是大明星啊 如果他看中了我 是我的脉象 我就可以吃他的软饭了 勾上一个李梦露 可比勾几百个普通女人划算得多啊 但李梦露说的话 你的确听清楚了 探长 我说了 我听清楚了 你再说一遍 他好像 电话那头有人威胁他 他说 我一定要和你结婚 你不要威胁我 我不怕 当天晚上他就死了 我不怕这句话 和他的死联系起来 我觉得有问题 哎呦 要不是怕吃这么多年官司 我还不敢说出来呢 那天晚上帮奖仪式上面 你对那些出席的人都有印象吗 来了五六百个人 我哪能都记住 不 不过大明星 名人金融巨子 包括政客 只要老上报纸的 我都记住 我这个人虽然坏 心眼多 但是爱看报纸 喜欢发边新闻 你要是能够把这些人都回忆起来 能够证明当天晚上他们到过现场 就放了你 真的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把你那些诈骗来的钱都吐出来 花了许多 那我不管 怎么补是你的事 他是施育权 报纸大亨 我晓得他 他去了 真以为呢 这个女人是大美女分人美 她获得了第二名 她跟我去 从开门上 他在搬家公司上有什么反应吧 当时我给别人端酒倒茶 没注意他 不过我一直盯着李蒙露 发现李蒙露接了个电话就匆匆走了 他也就匆匆走了 这个认识吗 他是报纸大亨的老婆 他们的结婚照片上过报纸 现在还在吉斯福尔路上的照相馆里呢 你认识他 不但认识 我还和他打过交道呢 你跟他怎么打交道 我不是说了吗 要是调上一个李蒙露 可比搞几百个破鞋女人划算得多 后来我就到处打听李蒙露的消息 后来知道 我们饭店的服装 和白老汇大饭店的 适者的服装差不多 我又得知李蒙露在那有长包房 我就偷偷溜进了白老汇大饭店 后先发现 这个女人 就在李蒙露的房间门口偷听 什么时候 是李蒙露死的前一天 我偷偷溜进白老汇大饭店 找到了李蒙露的那个楼层 一出电梯 我就看到这个女人 你找谁 在李蒙露的房间门口偷听 几号房间 我就说了句 我好像走错楼层了 你找哪间房间 她说她走错楼层了 后来就走了 我就贴着耳朵 上了李蒙露的房间门口偷听 那这个女人还说了什么别的话吗 没有 真的没有 你后来偷听到些什么东西 好像李蒙露和什么人说话 距离太远了 又隔着门 没听清楚 那你到白老汇大饭店 李蒙露的房间 目的是什么 向她求爱啊 你就那么自信 我年纪轻又有脉象 万一李蒙露看中了我 我不是中头彩了 李蒙露死的那天晚上的 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 你在做什么 那个时候 让我想想 那个时候 我在收拾派对后的酒杯呢 我现在不站住 和我一起干活的人都可以证明 干完活都快一点半了 这个人我认识 是上海有名的玩儿的人 我们永安百货楼上搞派对 他老来 那天晚上 愤人没走 和他坐在一起 愤人没走的时候 他也匆匆走 这个呢 这个呢 我认识 他是个有名的编导 他那天晚上 还和李蒙露敬酒 我一个晚上都盯着李蒙露 发现他一个晚上 也盯着李蒙露 这个 他是个导演 他是个导演 那天晚上 他还给李蒙露献花 你听着啊 今天晚上问你的这些东西 你绝对不能说出去 知道吗 知道 那我现在就可以走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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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为什么 我得证实你说的话是实话 今天晚上你就在警察去待着吧 只要证明了你那天晚上没有作案的时间 你就可以走 我怎么可能杀害李蒙露呢 我喜欢他都来不及啊 这是程序 张爷 派两个人去一下永安公司 查一个叫 佟宁波的侍者 李蒙露死亡的那天晚上 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 他是否还在永安公司上班 我叫郑子和证人 我知道了 马上去办 今天这个家伙说的话 非常的有价值 根据他所说的 我们对英贵宇的嫌疑 提升了 师傅 你觉得 是谁在威胁李蒙露 可能是杀害李蒙露的凶手 那这就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怀疑的这六个 有杀人动机的人全都在现场 怎么可能会打电话 而且这里面还要排除 不 英贵玉和凤人美 因为李蒙露要结婚的肯定是个男人 可能 我说的只是可能 如果是那个可能的人 那是现场的六个人 是啊 现在我们既不能把这六个人排除在外 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就是上人凶手 而且现在又出现了这么一个打电话的人 这第七个嫌疑人 隐藏得还很深呢 这是你的释放证 你可以走了 等等 等等 探长 昨天晚上就你一句等等 我在这待了一个晚上 你现在又说等等 我心惊肉跳的呀 保证书你写过了 所以新人跳的钱 你必须得吐出来 明白吗 好 我晓得了 我吐出来 我吐出来 等等 探长 你怎么又说等等了呀 李梦露的事想 你一个字都不能处理掉 你必须得保密 还有 最近这几天 你不允许离开上海 为什么 别问那么多为什么 走吧 探长 你不会又说等等吗 还不走 想住在这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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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